随着科技的发展 防空导弹的研发也越来越先进了 由于大多数空中目标速度高 机动性大 故防空导弹绝大多数围轴对称布局的友谊导弹 动力装置多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 也可以采用液体火箭发动机 冲压式空气喷气发动机和火箭冲压发动机 而作为世界上最快的防空导弹 性能不输萨德导弹 那么舰式导弹到底有多快 舰式导弹是以色列与美国联合出资 由研制的动能拦截导弹 主要用于防御 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 速度达到了9马赫 射程在1000公里以下的战区弹道导弹 舰式导弹研制计划始于1988年 分三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研制试验型的舰一导弹 第二阶段从1991年开始 研制尺寸稍小 重量较轻 能实战使用的舰二导弹 第三阶段将全面试验 可供以色列生产和部署的舰二导弹 第三阶段将全面试验 可供以色列生产和部署的舰式导弹防御系统 包括舰二导弹兼有预警和火控功能的 相控阵雷达和CI系统 舰一导弹由一级固体火箭 和一个作为弹头的动能杀伤拦截器等部分组成 舰二导弹是一种两级固体导弹 由一级助推级发动机 一级主发动机和一个作为弹头的动能杀伤拦截器等部分组成 弹长约7米 重2.5吨 比舰一导弹还精了450公斤 最后在1998年的时候 又成功地拦截了一枚虚拟把弹 也就是这次飞行试验后 ASIS计划画上句号 除了联合研制舰式拦截导弹和发射装置外 以色列还为OZ研制了火控雷达 火控中心和发射控制中心 舰式导弹的结极点在美国的爱国者PAT-3和THAAD之间 它有效地行驶高层防御职能 如果以色列继续部署美国造的低层爱国者系统 那么以色列将拥有不可轻视的多层防御能力 舰式拦截导弹是一种两级飞行器 从机动发射装置发射 采用爆炸碎片杀伤弹头消灭各种来袭导弹 而PAT-3和THAAD则采用动能撞击弹头 ADP是件事导弹发展过程中最后的关键阶段 一旦完成 以色列将拥有能够生产和部署导弹的强大能力